在种蜀这方面 中医把蜀鞋分为两种 一个就叫阴蜀 一个要阳蜀 简单的分法 如果到了夏天 您是在室外工作 是出现了这种 头晕恶心 最主要是大汗出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认为的 这叫中暑 中医上叫阳暑 那什么是阴暑呢 室内工作 应用空调以后 感受这种寒邪了 那这时候中暑 它往往汗不多 但是也会出现 头晕恶心 胃寒 往往就是阴属 回到我们刚才要提到的 火香正气水 火香正气水的主要药性 它是偏温性的药物 温药应该治的是寒病 要治疗中暑当中的阴属 也就是如果您是在公司里 空调开得特别猛 出现了症状 您很可能是阴属 这个时候用火香正气水 是对的 但是如果您是在室外 进行这种 比如说我们的环卫工人 你比如说我们的室外建筑工人 那这个时候中暑 你再用这种 去寒性的 温性的 火香正气水 去给它治疗 这就相当于火上浇油 完全是南辕北辙了 反倒会加重我们 阳暑的症状 如果真是阳暑了的话 轻度的这种 或者先兆中暑 没有体温明显偏高的时候 那么只是有这种 头晕啊 眼花呀 或者出汗啊 心慌心悸 胸闷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 去赶紧去到阴凉处 喝点水 你吸一口补充电解质 中医用一些生津的药 或者你吃一口西瓜 但是一到了重度住属 会出现热痙攣 热衰竭和热蛇病 这三个类型 首先我们要把 这个所有的这个患者 要移到阴凉处 赶紧打药 这个就不是我们 自己吃一些药物 可以解决这个中暑的问题 货香正气水 它的特点 这个水的特点是 里面含有酒精 所以说我们 如果你喝货香正气水的话 因为含有酒精和头包 包括这个叫 消极米塑类的 不能同时服用 因此我还在提醒大家 任何药物的使用 争取资讯下中医医生 或者我们的医生 你这样用起来才准 实在不行 也要把说明书读全 消极米塑类的